有想過消費員能做愛心嗎 只要在BL令購買商品 他們就幫你把鞋送到一個需要鞋串的孩童 那對這些人來說 他們很多時候就只有拖鞋 不然就是刺腳走路 那上學的門就會被擋住了 因為他就算有錢可以去學校了 可是你沒有鞋子你不能進校門啊 因為人家有規定要校服要什麼 所以光看見他們把那個鞋子抱在手上 然後一直微笑一直 甚至還很輕的鞋子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那件事情 對他們來說是很需要的 創辦這個平台是因為 陳敏傑到印度做志工 發現孩子們穿著不合腳的鞋子 甚至沒有鞋穿 但他希望做工藝不只是單方面的給 今天會去買了這個包 他每次只要看到那個包 他就會想到他祝福了一個孩子 這件事就會一直不斷地在他裡面的時候 他下一次就會想要再去祝福人 那個東西就會不斷地在他的裡頭 BL令雖然號稱是台版TOMS 但不一樣的是 他合作的不只是一家廠商 而是一個平台 讓大家一起來做工藝 我比較強調的是一個連結的一個關係 因為我覺得當我們分享這個好東西給他的時候 其實他的快樂或者甚至他也能分享其他東西給我們 所以他是一個雙方的連結 我不太講給予這個事情 因為你給人家東西的時候是一隻手在上一隻手在下 所以會有上下的感覺 可是連結就是一個平等的概念 當工藝與商業不再是兩條平行線 BL令連結了消費者與接受者 也連結了這份愛 記者 王少華 賴雁廷 吳韻田 潘茲瑩 鄭喬宇 王慧君報導 好啊 好啊